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编 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那么最近说两个事儿 都是跟我们伟大的民主的世界一号的灯塔之国 阿美利卡是有关系的 那么哪两件事儿呢 一个就是我们大统领的二儿子 次子亨特先生 亨特阁下 他三项罪名成立 三项罪名成立以后 那么这个要被判敦大狱了 这个事儿已经成为全美头号新闻 所有美国人都在吃这个瓜 也是美国历史上首次现任大统领的家属犯罪 被关进铁笼子里面去 为此我们高瞻援主的 具有伟岸材略的 具有韬略的拜登大统领 作为这个台湾的这个爸爸 推掉了一切的一切的一切的行程 专门来安慰儿子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事儿 亨特被定罪后 拜登发声 为儿子战胜独营感到自豪 亨特拜登在联邦枪支审判中 被判犯有三项中罪后 其副总统拜登在派决后发表了一份经短声明 其中拜登强调 他为儿子战胜独营感到自豪 拜登在声明中表示 正如我上手所说 我是总总 但我也是一个父亲 吉尔 第一夫人是和我深爱着我们的儿子 我们也为他为像今天这样的人感到无比骄傲 许多家庭都有亲人曾与陈颖作斗争 他们都能理解看到你所爱的人走出困境 在康复过程中变得如此坚强和有韧性时 那种自豪的感觉 拜登还在声明中提到了这起案件 他说 正如我上手所说 我会接受这个案件的结果 并在亨特考虑上述的同时 继续尊重司法程序 吉尔 和我会一直用我们的爱和支持 陪伴亨特和我们其他的家庭成员 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 值得注意的是 拜登在上周四ABC新闻的采访中 当面问及是否不考虑赦免亨特时 拜登答到 是的 我不打算 这个 去赦免 那么 其实拜登呢 他的潜在词其实很简单 咱们就给大统领说出来吧 大统领呢 其实非常简单 能用儿子换川普 那我当然是获胜者 大家要知道 老美是绝对讲究个人主义的 老美他们 绝对是会为了个人的利益 个人的名号牺牲掉一切 这个像那个 最近我这两天看到那个 纸牌屋的啊 也是我比较啊 欣赏的一位这个美国的艺人 叫这个凯文斯派西 他当时是说他什么出轨不出轨 这个事情 然后说他是个罪犯 现在他登录一个电视台做节目 说他说他欠下几百万美元的这个律师费 因为在美国 一旦你被人有这种白左指控啊 或者说你是有性犯罪干嘛的 这个事情都是一个一个大事 尤其是你名人 其实说白了 就是这些人 看中了你凯文斯派西 当时是纸牌屋拍完以后 啊 在美国影视界 那个电视界领域 电影领域都是如如中天 又是奥斯卡影帝 那么多钞票 那人家肯定要把你钱给给你弄掉 所以在国外 对名人的这个种指控 这种烂诉啊 都会有很多人 就是哪怕你在儿时犯下的一些错误 都要为为此而付出代价 是很可怕的 在美国当名人是非常可怕的 啊 如果说你 没有这个政治背景的话 是相当凄惨的 所以凯文斯派西 他他也说了出了这些事情 那么我说过 他演的这个纸牌屋 对吧 里面很经典的那几个画面 对吧 一个是对自己的养父啊 撒泡尿 对他的坟墓撒泡尿 后来又 又出卖这个干爹 就整个就是拍 把民主党人给拍的 就是说 什么是美国精英 那就是不要脸 则天下无敌 人不要脸 则无敌 真的就是那样的 所以那个电影纸牌屋 跟现实生活当中纸牌屋 美国民主党这些纸牌屋 一模一样啊 拜登对于他来 他来讲 大儿子都都可以挂掉 二儿子啊 就是就这么个B啊 这么个德性 跟他是有很大的关系 跟你教子无方 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对吧 亨特到底干了些什么事情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一千二出在乌克兰干的那些事情 跟中国跟叶解明 对吧 而且当时就是打叶解明的电话 是非常的粗暴的 你要知道 那几百万美元 如果你今天不到账上的话 你要知道我父亲 我会对我父亲的力量 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你 大家明白吧 亨特跟这个中国被搞进去 这个叶解明是做生意的 而且跟中国这边 收了是不少钞票的 以前作为这个美国副总统的时候 奥巴马要来整中国 这是那的 拜登可是没少说好话 大家知道吧 拜登在以前 在中国的新闻的描述当中 拜登是一个中国人的老 好老朋友加好朋友 别搞错了 当时中国的很多媒体报道 比如说当时川普 不是拜登他想出来 选那个美国总统的时候 都很通行说 拜登他大儿子去世了 他儿子去世了 他又有什么这儿病 那病的 然后他现在又出来做斗争 后来不是选了那个西拉里出来吗 不是败了吗 败给川普吗 原来就那会儿就要选这个 拜登出来了 后来实在是没人再找这个拜登出来 拜登在当美国副总统的时候 收了中国不少钞票 然后帮中国搞了很多那个奥巴马那些情报 都搞给中国 这个我们是有益所益 曾经他确实是我们的朋友 不然的话 他也没有必要 你说他有必要去 那个时候都快下台了 还有必要去找习总 那时候习总是这个国家副主席 去触袭长台二十多个多个小时 都是谈些啥玩意儿啊 对不对 谈些什么东西 那我想大家都都清楚 那个谈了那么久 那你说都是谈公事吗 肯定不是 可能谈很多私事 然后就是有安排 就是将来有一天 这个可以坐上美国总统的这个宝座 这那的 对吧 但是你看 所以说你看拜登 他有很多小辫子 在中国的中共的手里面 所以他每次看到习总的手 你看他都是小跑了上来 牵手 无论平时在斗的怎么严重 那见的面呢 都是笑容灿烂的那种感觉 感觉就是说 真正可以找到一个 可以谈的 可以办事的 他跟普京 你看拜登跟普京见面的时候 那是什么样一种态度 那个从来不正眼 瞧他一眼 或者有的时候这样 就这样 然后就那种态度 就是一副死相的那种样子 他刚上台跟普京就去谈了 在那个瑞士热内瓦了 直接就在谈了 就是非常的不顺利 然后之后大家就交恶了 但是这个拜登 也真希望这个人赶紧下单 因为这个人 他们家的这个人品 包括整体这个家族 拜登在副总统的任期上面 动用非常多的权力 因为副总统 大家要知道 就代表了说 政治生命就到头了 美国历史上 副总统翻到总统的 其实不是特别多 但是像拜登算是一个例外 因为实在是民主党命令 也在加上 实在是川普太拉胯了 那会儿 再加上民主党的本身就搞拜登曲线 硬要把他给顶上来 因为这个人 这个人他是个傀儡 好操纵嘛 所以说 这个人他上来以后 他之前在副总统 那副总统大家都知道 是个摆设 是个花瓶 那在那个论内上面 那使劲能捞钱 使劲能搞钞票 对吧 拜登他也无所谓 我有很多罢名 在你们手里都没关系 我就是个橡皮图章 你看他在白宫 有的时候工作状态 就一粒入这种文件 跌得老高 那个采访他的时候 我都看过 他根本就没看过这些文件 拿下来以后 他拜登几个大字一签章 发一敲完事了 他是来干这个事的 因为他有非常多的把柄 捏在了他那些幕僚手里 或者说 他都 拜登都无所谓的 只要你能让我当总统 我去当橡皮图章 就完事了 我就是来签字 来盖章的 橡皮图章 他是这么一个货 但是呢 美国人又极其看中个人成就 自己子女 或者爹什么的 有什么事 无所谓的 自己的个人成就 那是第一位的 所以说 你那边是川普被投进大牢 这边是亨特 两边都在搞 但拜登没啥事 他宅得干干净净 但是你说亨特弄那些钞票 拜登搞那些权力 难道这是谁的问题 把自己的儿子当做挡箭牌 那当然要去疼自己的儿子 我相信亨特肯定在那边哭 肯定在那边哼 爸爸 你太混蛋了 你为了你自己 你居然充卖了我 你居然不保我 对吧 你居然不保我 本来拜登 只要说一句话 我不竞选了 或者让给其他人来竞选了 对吧 就得说是 成了一些 成了一些自己的职务犯罪 不就完事了吗 不就是你跟潘虎一样进监狱 或者说身败名裂了 对吧 亨特就没事了 但是没办法 这就是美国的真谛 美国社会的真谛 个人英雄主义 个人主义 那是第一位 个人那是第一位的 别的那都是次要的 所以大家看到没有 美国社会 因为有的人 很多人在美国待了那么久 都看不懂 他们美国社会有操 还在那地方 整天那浑浑噩噩噩的 天天在背着盲目的说 美国是好那好 这是一个事 反正这事弄得挺糗的 弄得也挺大的 所以你说美国的 从大统领 美国的政府里 都是些什么人 都是些贪赃枉法的人 寻私舞弊的人 所以你觉得他们 再能解决好问题吗 他自己都 他自己都是歪的 你指望他 说 他的那些政策 对你中国的很多政策 能够是理性的 能够是正常的 怎么可能呢 还有另外一个事 俄罗斯在美国家门口 进行打击演练 今日俄罗斯11日报道 俄罗斯光博当今通报称 俄罗斯海军军队 在前往古巴的途中 对美国弗洛里达海岸不远处 大西亚海域 进行了一次远程打击训练 俄罗斯进行冰队 有一艘核潜艇 和一艘护卫舰 进行的远程打击演练 这两艘军舰发射的巡航导弹 可以在短短几分钟内 进入美国华伦敦领空 让美国的防空系统 无法防御 这也是1962年 古巴的那个机发生后 俄罗斯核潜艇和护卫舰 首次在美国海岸线附近 进行军事演练 而且在美国 无法拦截俄罗斯的 高超硬素导弹 俄罗斯过来试试效果如何 以左不居 极左不欲 勿施欲冷 美国和北约 不断通扣在俄罗斯家门口 俄罗斯当然也有权利 在古巴再次部署导弹 希望这次美国不要双标 而且美国说要派军舰 随时随时跟踪 俄罗斯的军舰 怎么怎么样 就搞得很奴隶大敌 那种感觉 而没用 俄罗斯核潜艇和护卫舰 发射远程打击 试射高超音速导弹 俄罗斯的潜艇 发的是靠时 潜射 高超音速导弹 他在护卫舰发射的是匕首 高超音速导弹 你怎么办 你拿什么来防 你不是说 要追求决定安全吗 那我现在直接就部署在古巴了 你又能怎么样 所以俄罗斯这个做法 我是非常赞同 确实是要这样子 在美国家门口 确实是要给他来点颜色 提醒他们 别他妈的把自己摆得太高了 别以为自己什么相安无事 什么大西洋 什么太平洋 是什么护城河 门都没有这个事 我觉得这样做是非常好的 我甚至呼吁中国也 这么到美国家门口去做 到古巴去 加强与古巴的关系 加强在古巴进行这个部署 中俄同时部署 美国能怎么立 他在日本韩国 他同时正对中俄部署 中国不能在古巴进行部署吗 我觉得中国也要跟上 我们那么多舰艇 那么多导弹造出来 不是在第一导链里面 在这里玩的 我们必须到前线去 所以说这个就是美国内忧外患 都是这种状况 你说你弄个啥吧 对吧 当时普京被卡尔松 在采访的时候 放上那个影片 在西方引起轰动 人家就不说普京说的对与错 就是说他能马上迅速反映出来 这个历史的问题 这就已经甩拜登多少条街了 因为拜登他没办法 这次又在诺曼底登陆现场 又做那些迷惑的那种行为 别人都在那里摆 他在那地方啥动作都没有 而且什么半吨 很多这个动作你都搞不清楚 但是咋回事 这个人的认知障碍 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了 好吧 这就是我们的对手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